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要赶快的提出立法 管控游税公司的压力了 好 再来看到国际前锋论坛报 德国20年来首次的进行人口普查 那没有想到竟然比预估人口少了150万人 这让德国总理梅克尔非常的担心 因为人口缩减 这也代表了纳税人减少 那么要如何偿还德国眼前的债务 更不要说了 如何来对欧元债务的危机 做出任何的担保了 好 不过呢 美国的经济似乎有好转的迹象 我们纽约时报就看到 美国四月份出现了1130亿美元的盈余 这创下了五年来的新高 但是够吗 接下来呢 有许多因为经济不景气 推出的法案都将会到期 那么再加上大规模的医疗补助费用 还有退休金计划 专家就认为 这对美国长期的经济前景 其实现在恐怕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的乐观 好 另外在美国呢 最近登上媒体版面除了查党25个团体 要联合来告国税局刁难 现在又爆出国税局在2007年 针对支持小布希 出兵伊拉克的组织捐款的人 来征收赠与税 这恐怕呢又会再惹争议了 好 我们继续要看到的 这是华盛顿邮报 这半夜惊魂记就发生在维吉尼亚州 由于这样呢 小型的飞机因为燃料耗尽坠毁 那么直接地撞进了一间民宅 发出呢像是爆炸的巨像 吓坏了所有人 包括驾驶还有屋主 总共三个人受伤 还好呢 这个送医之后啊 都没有大碍 这是今天的读头条看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